给你们看一条好东西 这种手镯叫什么呢 叫做蓝精灵 你看它里面这种兰花 像不像有一群蓝精灵 在这种手镯里面乱窜 有个陕西的姐妹 预算5到8万 想要找一条冰票花的手镯 但是它的圈口是51的 已经找过好几个人了 都没有给它找到 现在的压力来到我这边 咱们今天去市场逛一下 看看能不能给它找得到 走 小圈口的手镯 其实说实话 在这个市场上真的是不多的 因为作为一个货主来说 他肯定是想要自己做出来的手镯 会有更多的人可以去带 那么5051左右圈口的话 相对来说受众人群 还是比较少的 但是我知道有几家档口 它是专门做那种小圈口的 咱们今天主要就是逛一下那几家 看看能不能从那里面 去给它找出来 这里有几条过来看一下 这个是冰胶葡萄肉的正冰底 颜色还是很浓郁的 然后这一条的话 它是看上去有点白底清 其实已经是算作冰阳绿了 你看它这个冰度 咱们打灯看一下 直接就曝光了 当中这里的话有点小裂 还有这一条是冰粉的一个小圆条 这里也是有一点小纹 手镯的话都是这样的 基本上翡翠 你要想达到很完美的那种程度 在市场上是很少的 这里上面还有一抹杨绿 这条开多少 刚刚那一条是不是感觉挺便宜的 开价才8万块钱 其实主要是没在档口那边讲 那一条的话已经是算作大裂了 但是咱们在人家档口没有去还价 就把这些瑕疵直接说出来的话 人家会不太高兴 但是如果今天你真的看上那一条了 咱们现在去还价的话 那手镯上有什么瑕疵 咱们就可以跟他去还价了 甚至可以把那个缺点再放大一点 把纹缩成裂去跟人家去还 这边还有个市场 咱们接着再逛一下 刚刚那边我觉得还没有什么特别中意的料子 给你们看一条好东西 这个肯定是超预算的 这种手镯叫什么 叫做蓝精灵 你看它里面这种兰花 像不像有一群蓝精灵 在这种手镯里面乱窜 而且冰度也还可以 这个是高冰网上 很接近玻璃种的一个水头了 这条开多少 50 这条开多少 3万块 圈口很小 50.5的 拿出去看一下 看一下这条的一个冰度 这个也是高冰的一个种水 看一下自然光下的一个荧光感 满圈都是起光的 而且今年还是阴天 现在下着雨 如果是晴天的话 上面整个光感还会更强一点 然后手镯上的整圈 它都是一个天空蓝的底装 上面还有飘的这种蓝花 这种手镯现在有一个新的词出来 叫做什么呢 海蓝之谜 戴上手之后 它就是那种非常清爽又深邃的感觉 然后这条缺点是在哪里呢 打个灯给你们看一下 在手镯旁边的地方 它是有两条棉线的 那么这个手镯 咱们一会进去就以两点去还价 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圈口非常小 50.5的一个圈口 一般这个圈很少 有人能够带得近 所以说档口在卖的时候 也比较难卖 还有一个就是它下面这两条棉线 那么咱们进去呢 就按照刚刚前面说的 把这个棉线给它放大一下 说成五文或者说成小列 都可以这样去跟它还价 现在咱们进去聊一下 走 这条五万能聊吗 不行不行 这个前几天都给了五万二了 真给过假给过 这么小圈口能给到五万二 真的 你说我什么时候不由你 那就按它那个价嘛 五万二直接卖了 不是啊 我能卖我能给别人了 那你不是没卖 别人走掉了吗 这里也有一团棉的 就上面这半截透过点 再加一千了 五万三 这条咱们室内看的话 颜色还要更深一点 中水好的料子就是这样 在不同关系下 呈现出来的那种水头跟光杆 都不一样 怎么五万五什么 你要圈口再大个一两码 我能看到五万五 这个圈太小了 而且我刚刚外面看了一下 这里还有两个小列的 这种有瑕疵的价格 都要再往下再降一降的 现在的料子完美度没那么高 再少一点嘛 这么小圈口真的看不到五万五 再少五百块钱好吧 再少五百啊 我要差五百 我都不用跟你谈了 一口价好吧 一人烂一步 五万三千五 就差一千块钱 这种小圈口 你一年都没有几个人来问的 现在早晓中国的也多了 哎好吧 真的 我赏你了 转过去了啊 给你们看一下啊 五万三千五成功拿下 这条其实我觉得还算作是简陋的 因为这个蛋煮还是比较好说话 正常像这种有种有水的料子 一般蛋口咬价都会咬的比较高 就是咬在那不放 不会让你轻易的砍下去 然后这条你看 种水有到高冰 又是这种满圈兰花的 我觉得还是挺陋的 你们觉得呢 多少故事在心里